哈囉 大家好我是HAYA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我們一拳超人最強之男喔 那大家都知道哲平最近一直很封我們的 那個即時戰鬥嘛 那 最近我們即時對戰的話 哲平都很努力一直維持在我們的 差不多前幾名的位置吧 那 因為哲平有KING啦 所以基本上拿到前幾名的話還算是好拿 但是後來打很久發現 其實如果你要在一個就是 更厲害的隊伍的話 你基本上除了KING以外呢 你還需要我們一隻深海王喔 那 呃... 我真的還滿想要深海王 因為深海王他的招式的話 有一招是那個... 受到敵方攻擊之後呢 你就會有那個就是... 能量 所以你就不用統計一定要暴擊或怎麼樣 然後你被所能量的話也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我們的那個誰啊 我們的KING打我們的時候 基本上他就會受到傷害嘛 受到傷害 上格檔的時候的話 你就可以獲得我們的能量啦 不過要用我們的深海王的這個核心喔 他的核心招式 己方角色觸發格檔會獲得一點能量喔 每回合最多觸發四次 所以只要別人打我們的話 我們就會有很多能量 所以我們就算就是... 被對面的KING鎖招式之後的話呢 我們也是可以開技能 然後我們還可以用我們的KING去反鎖他喔 所以深海王的話算是... 比較好的一個東西 那後來的話好像我們的深海王的這個... 就是核心進化之後的話 好像是可以直接鎖別人的那個能量吧 就是進去直接鎖能量 所以就讓對方的那個... 對面角色那個... KING沒辦法直接開招式 那就會更厲害一點點 所以難怪別人說要練一下我們那個就是... 深海王的核心啦 我也不知道因為我沒有深海王這隻角色 所以... 我蠻想要的好不好 我真的很蠻想要的 好! 那目前來說我們最近啊 因為我們在打那個即時對戰嘛 但是哲平還是沒有忘記 我們現在是有定上獨角仙的喔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抽一下我們的... 60抽 目前來說我上次已經抽了50抽了嘛 所以我們還有就是... 130抽要抽喔 因為130抽的話才會再拿到我們一隻... 獨角仙的角色嘛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他練上去 那目前我們已經抽了50抽了 今天再抽60抽 所以接下來的話是... 110抽我們還要再抽70抽好不好 可是在這之前如果能夠中到深海王的話 我們應該就會... 很開心好不好 希望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我們每次只要有... 球... 有抽於別人的時候基本上都不會中啦 所以我們還是要... 平常心一下哈 好! 那我們目前來說的話呢 黃眷這邊也是... 啊黃眷這邊沒有 黃眷這邊有獨角仙啦 但是他沒有那個深海王喔 所以我們就先... 就先抽個... 抽個黃眷洗洗手吧 啊 來! 抽個10抽 看一下有沒有SSR的角色 哇靠! 他直接把我SSR的那個... 呵! 我會不會這樣抽完 我自己一隻的SSR都中不到啊 哇靠! Oh my god 早上... 早上抽獎者招貨卷了 雖然很好運啦 但是... 沒有那麼開心你知道嗎 哇塞 不要不要不要 你給我深海王好不好 你如果給我深海王 我就把你按五星評價 真的 欸太扯了吧 我這邊直接把我運氣抽掉欸 開局不錯 開局一隻SSR 那我是希望不要只有這隻SSR啦 拜託啦 呵呵呵 拜託 喔 我已經全身在battle了 你知道我已經在冒汗了欸 我覺得... 啊 我覺得我們原本有機會 搞不好可以抽個SSR 結果直接被我們背信大師直接 可是這樣還好 因為是... 畢竟是黃券嘛 對不對 我們紅券還沒有抽 如果我們的這個紅券抽到了好不好 那搞不好 恩... 我們就會更難過一點點 但是... 是黃券抽到SSR就還好 那... 現在換我們60抽的紅券好不好 定向招牧開抽啦 希望是可以給我的獨角仙 或是給我們那個... 深海王喔 現在是非常非常需要深海王啊 因為深海王打我們的那個... 即時戰鬥真的是太好用了喔 來個深海王或是超合金黑光 然後獨角仙 都可以好不好 來 拜託了 啾啾你啦 我啾啾你啦 今天... 會不會出好運呢 想在深圳開幾個通...洞通風的傢伙 就馬上過來吧 應該是竹筍人吧 對 竹筍俠 沒問題 來來來 有沒有機會 再一支SSR 我今天就兩支SSR 開心的直接... 關遊戲了好不好 在第20抽 拜託... 拜託... 我啾啾你... 深海王啊... 不想被趕進殺絕的話就乖乖聽話 阿... 阿... 這個觸手難 好不好 沒關係 我們還有4次機會 來啦 SSR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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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來來來來 沒問題 老婆 可以啦 老婆 歡迎你 好啦可以啦可以啦 可以啦可以啦 好啦 30抽 試試看單抽好了好不好 單抽通常都很容易出即機式吧 我們來試試看他 嗨 傷服吊帶褲 歡迎歡迎 這遊戲不能換NP啦 不然我應該把他們都拿去換NP好不好 第二抽 來來來 我們剛剛三十抽 十張卷子沒有中到一隻SSR 我們來看一下單抽會不會有機會 應該該來了吧 該來一隻SSR了 不要真的是被我們的那個 不要真的被我們的那個什麼好不好 真的不要被我們那個背心大師給他擋住 就剛剛又抽到他小弟來笑我了喔 欸 所以 所以背心大師跟那個 所以背心大師跟背心黑洞跟背心之虎這三個有關係嗎 因為我知道背心黑洞跟背心之虎是 親生哥哥嘛 親兄弟嘛 那他們是 是崇拜背心大師所以才去當背心 還是其實他們真的是背心大師的小弟 如果我是背心大師 我知道有這兩個小弟的話我應該會哭死好不好 不要一直出來好不好 我不想看到你 誰叫你在那邊罵我們老師對不對 罵我們老師還敢出來 汽車人 好啦 沒關係 沒關係 好不好 反正我們抽到保底還是有一隻主角先的 而且聽說之後的話定向也是會有我們的那個 深海王啦 所以也不用那麼的難過好不好 至少 一定有機會可以拿到深海王的 烏躁騎士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超好用 即時戰鬥真的是超好用的 我現在都是靠他在維持我的名次的 真的是很好用喔 來 橫色小子我就不知道了 再見 再見 再來 拜託 來個SSR 細轉蘭蒂 你好啊 你眼睛怎麼那麼凸 呵呵呵 喔 媽媽 來 其實我覺得單抽比較好玩的就是因為你抽到最後一抽 你才會知道 那隻角色是SR SSSR 來吧 黃金的 SSR 深海王 只要我們兄弟眼手 臭老臉 臭老臉 不知道好不好用欸 我也沒有什麼在用他 來來來我們繼續 單抽真的很好玩 就是因為最後一抽你才可以知道 到底是 笑殺鬼啦 不要再出來了啦 背心黑洞一直笑一直笑 他那個臉真的是超嘲諷的 哈哈哈哈 你沒抽到 我靠 你哥來 你也來 你是不是在來一隻背心大師啊 我會暈頭喔 好不好 不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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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雪族 拜託 深海王來一個好不好 玩這麼久了 早知道我當初刷到那隻深海王的帳號 我就不要讓 讓掉了 我就不要那個 因為深海王打這個即時戰鬥真的是很厲害 因為大家基本上都用KING嘛對不對 那你KING如果沒辦法鎖別人的能量的話 那就沒有什麼效用了 因為你可以開大之壞的話 你基本上KING就鎖沒有說太好 尤其是如果當你又有KING又有我們深海王的話 那真的是會很OP 因為你被人家打的時候你會有能量嘛 你能量拿出來然後直接用我們能量去鎖對面 對面就沒有氣可以開了 就會很爽 睫毛喔 不要 不要 傑克 不要 啊 一堆無造騎士喔 來各位 來來來來來來 SSR 深海王 深海王 拜託 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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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i mai g 但是我今天中的兩隻 我今天中了兩隻SSR 是很開心的 Crafts off TOP BLOCK HALL 哈哈哈哈 你拿到弟弟王 你拿到你拿到疫苗人 哈哈哈哈 你再出來我就 我就去 去把那個背心黑洞全部都吃掉 這遊戲是不是不能分解角色啊 這遊戲如果能夠分解角色的話 我一定把那個 把我們背心黑洞全部 全部刪掉啊 氣死我了 今天是不錯的啊 兩隻SSR啦 但是 真的沒有那麼開心喔 不過我的疫苗人 應該也是可以讓它5星了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了 但是 怎麼這麼難拿啦 哇 怎麼這麼難拿啊 60抽 兩隻SSR 都是不想要的 我的背心大師是不是也可以5星了啦 我是不是可以隨便把它升到5星 把它也沒差 順便湊一下 我的那個 湊一下我的手伴對不對 把它升上去 也不是沒有什麼問題 唉 我天哪 我目前還說我們格鬥的東西 都留給我們那個 就是甜美甲麵了 來 最後一抽了 隨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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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是SR啦 這不可能SSR啦 有沒有 你覺得我沒有察覺到 欸 上次有人說 我們上次不是說那個我們那個誰 我們的那個誰啊 捷諾斯很多張碎片嘛 但是我這張最多張碎片的是他欸 OMG 我的天哪 聚合鐵是我最多碎片的 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 背心大師106了 好不好 疫苗人143 這邊最多的 聚合鐵492 聚合鐵492 捷諾斯才445 聚合鐵已經是有什麼問題嗎 你一直來幹嘛啦 你到底想幹嘛 把聚合鐵練到 練到七星會很強嗎 如果有練聚合鐵的人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也還算是好運 畢竟我們的背心大師好不好 有抽到 然後疫苗人也抽到 抽到兩隻SR 有中就該偷笑了啦 我真的是這麼覺得好不好 有中就該偷笑了 因為我們以往來說的話真的是很難中 我們背心大師 目前升到五星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啦 因為我們即時對戰的話他好像是不會看起星級 他是直接看起角色的那個能力 那升星級的話就打關卡 但是之後的話邦古出來有人跟我講說 就可以把那個背心大師換掉 所以我們就不用留這麼多資源 就不用給這麼多資源給背心大師啦 唉 如果碎片能夠 換其他隻角色就好了 好啦 那我們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的毒腳尖定向已經抽到了 110抽了 所以我們最後還有70抽要抽啦 這幾天的話會把它抽完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再中到什麼好角色囉 那你們這一次有沒有抽到什麼好角色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啦 那每天早上時間中 我是2點個晚上 然後就把晚上欣賞 我上次的影片讓大家看一下啦 那請見面再見囉 大家掰掰~~